但是朋友如果他的恶习记 还有时候实在是难改 养成习惯了 老法师说要改在同年 中年以上没有办法教了 没有办法欠了 为什么 养成习惯了 他自己想不想改 想改 想改改不掉 恶习记难断了 所以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呢 智慧开了就容易 看得破就放不下 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习惯 是凡夫 以前我在基隆进中学会讲金刚经 有一个诗节来听 老师退休的 毛病习记很重 那我跟他讲说 你毛病习记要改 他说我在家 他先生是厂长退休的 有一次他在家里读经 快到中午的 他先生说 老婆啊 中午的赶快煮换 他马上就翻脸了 你没看我在读经吗 我在帮你们起舞在修功德 你没看到我在读经吗 他先生说 你们邂逅人怎么脾气这么大 结果呢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 我说 你先生是你的父皇 他比你早节目 他说他哪里有节目 那佛也不练经 也不读 那哪里有节目 我说你错了 他是你的父皇 信不信有你 结果革命多久 这个师姐呢 就开车呢 经过基隆的一个隧道 开到对上戳道 跟人家对撞 脖子以下差不多几乎断了 几乎瘫痪了 最后谁照顾他 他的这个厂长 这个菩萨丈夫照顾他 煮饭给他吃 帮他照料 帮他看病 帮他去看病 后来他再来找我 我说是不是 他是你的菩萨 他是你的父皇 就是这喜气难改 他怎么跟我讲 他先叫他改脾气 他说我活到七十几岁了 我妈妈妈都不能够叫我改 你凭什么叫我改 喜气难断了 所以这怎么归过 这怎么归过 他也是学佛的 他也在读金刚经 金刚经不是断你生性吗 对不对 金刚经不是叫你 没有偶像 人像 众生像 说走像吗 他这么早像 他读金刚经 读一万遍 你没用啊 再来 那法师说 文够能改 有勇气 有决心 有毅力 克服自己的习气 这个人不是凡人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无论是释法 是佛法 有大成就的人 多半是这种人 叫客己 父礼 圣贤精子 在佛法里是菩萨 是霍菩萨 我对那种人 都发现 则 有毅力 做